出大事 去年11月 准确地说11月30号 亲爱的GPT发布 从那之后 只有一句话能够描述我内心的感受 就是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就在这一年我们受了多少惊吓 一会儿说他能写文章 一会儿说他能画图 一会儿说他能做音乐 一会儿又说他能放视频了 我看要不了多久 这玩意儿自己就能写个PPT 出去自己融资了 每个月都有大跌眼镜的消息 所以我琢磨了一句话 叫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 才说不变了又来软件了 这就是过去一年 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当然这还只是普通人看得见的 在公众视野之外 其实在科研领域 也在发生一场场的大风暴 在很多科学领域 都有一些全新集结的科研小分队 在一条条叫人工智能的小道上 猫着腰 摸着黑 在选择一条不同于传统的道路 向山顶攀爬 我们普通人惊吓 那些传统搞科研的科学家 也一样在受惊吓 就在过去这一年 人工智能在什么物理学 生物学 气象学 考古学 地理学上 几乎每一个领域 都有突飞猛进的突破 当然咱们中国人没有缺席 我给你介绍一位人 这是上海长海医院的曹凯大夫 因为年轻的影像科学的大夫 他的团队就用人工智能 解决了一个超级的医学难题 在过去 一线癌被认为是癌症之王 为什么 因为早期诊断是特别难的 一发现往往就是晚期 但是曹凯大夫和他的团队 和AI科学家合作 研发了一个大模型 仅仅使用叫平扫胸部的CT 就用这一种片子 就可以发现早期的疑线癌 成本非常低 设备的普及率非常高 筛查的准确率也非常高 这篇论文还登上了 国际顶级医学杂志的期刊 这是中国影像医学 第一篇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上的论文 所以有这样一个专家 是在这么说 说这一篇论文标志着 医疗影像AI 癌症筛查 正在进入黄金时代 我特别荣幸地想告诉大家 这位曹凯大夫 也是一位得到用户 而且今天我们还把它 请到了现场 祝贺你曹凯 祝贺你所有的得到同学 过去这一年 有一个特别科幻的话题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 什么时候能实现 什么叫通用人工智能 就是人类能干的活 它几乎都能干 而且干到了人类最顶尖的水平 这叫通用人工智能 话说有一个预测网站 就在预测这晚上 到底什么时候实现 前几年的时候 大伙的预测是 21世纪的下半叶 这个预测当然就是 永远也不可能实现 对吧 一杆子就杵到了50年后 远着呢 但是就在去年 CHEDGPT发布之后 这个预测时间 啪一下就提前了 调整到了2029年 这是去年11月的事 就在今天早上 我又打开了这个预测网站 我发现 这个预测可不是普通人 是一帮有预测能力的人 他们的预测 这个预测已经调整到了 2026年的4月20号 各位 就这么个有灵有整的日子 就贴到我们鼻子前了 算一下 不过是第11届跨年演讲 结束之后的4个月 好可怕 过去一年 大模型发生了关键突破 我们对AI的认识 也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现在整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 大模型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智能 但是它偏偏就是有了这样的智能 关于未来是什么样 我看已经没人敢说自己知道了 同样没人敢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没人敢说 AI肯定不能干什么事 OpenAI的CEO Sam Altman 说了一句话 很抱歉啊 这句话我只能写英文 因为这个英文特别地漂亮 我很难翻译这句英文 最后是万维刚老师 给了一个翻译的版本 可以这么翻译 说一个东西如果 它不应该起作用 但是它起作用了 那么科学就该出场 如果一个东西它应该起作用 但是还不起作用 这个时候工程学就该出场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 非常信达雅的神翻译 这句话在说什么 上半句在说 人类的星辰大海 下半句在说 我被当下的难题 对啊 人工智能都这么牛了 这么让我们眼花缭乱 但是我到底咋用呢 好像没有人知道 我身边没有什么杀手机的应用 但是好在 这是一个工程学的难题 这一条咱们中国人擅长 下面我就给你 雕回来几个 我今年发现的小故事 先给你介绍一位 这位是前苹果和特斯拉的工程师 他叫隋少龙 现在是 拓江者智能科技的创始人 五年前他创办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产品 很简单 就是用各种先进技术 做智能机器人 比如说 他们有一个场景 就是矿山用的挖掘机 那它怎么用呢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比如说在内蒙古的矿山上 原来师傅们上班 如果是冬天的话 那可是零下二十几度 师傅进了操作舱 手往操纵杆上一放 手灯着粘上去 就那么冷 夏天爆晒蚊虫粉尘高温 条件很艰苦 现在好了 用了隋少龙的 他们拓江者的科技 现在师傅们在这干活 远程操控 吹着空调 轰着暖气 就把活干了 你看对师傅们来说 不仅劳动条件改善了 劳动的安全性也大大提高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可不是这个 要知道 当年这个技术出来的时候 隋少龙可不是这么想的 他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替代人 对呀 一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 在实验室里搞出了一项技术 当他开完庆功会 走到窗边 推开窗户 看向人间的时候 他心里一定涌动一种情绪 人这回算是没用了吧 用我的技术就可以代替 老板们赶紧把你的团队都解散了 还留着人干什么呢 对呀 有了这样的技术 可以大规模地替代挖掘机首 你可以到人工最便宜的地方 雇人对吧 替你们省下人工 机器又不会休息 又不会闹脾气 作为老板 你想降本增效 采购我的产品就可以了 多好 但是不好意思 当年的隋少龙 没有说服任何一个老板 裁掉自己的工人 为什么 不是说好了 所有的老板 都是唯利是图的吗 怎么明摆着的钱放在桌面上 老板们不挣呢 直到有一次 一位矿山老板跟他吐了点 说隋总啊 是这样 对于我们矿山来说呢 省两个工钱 没那么要紧 我关心的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安全问题 这是一 第二呢 你不知道 我们这个镇 就是围绕这个矿山建的 你别看我是老板 我和这些师傅们 祖祖辈辈可 至少认识了三代人 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老婆和他们的老婆 晚上在一个广场 跳广场舞 我今上午要给他们开了 晚上我们家窗玻璃 就得让他们给砸了 所以你看 我们一抽象的墙 就觉得老板们只爱钱 但是你一具体地看 你会发现 任何老板都受制于 他更真实的 那个社会关系网络 你破坏这个原生的 社会关系网络 那个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 都非常高大 那这次谈话 对隋少龙的启发可就太大了 他从此改变了创业方向 再也不提替代人的事 他只专注地想 我怎么支持人 所以有一句话 叫手持利刃杀心自欺 但是真正的创业者 只要你震得到那个具体的情境 你只有选择支持人 这是商业唯一的通道 所以你只能手持利刃 心怀慈悲 各位 在技术时代 任何新技术的到来 社会网络是不会收缩和坍塌的 正好相反 任何应用新技术的网络 它会扩张它 如果你想破坏原来的技术网络 这就会技术的趋势背道而驰了 这是由实验和研究来证明的 经济学家考察历史数据就证明 一个企业如果它勇于应用新技术 你以为人就变少了吗 不 因为人家用新技术 所以会多招工人 它的社会协作网络会扩大 一个行业的自动化程度越高 它容纳的就业反而更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想想 这也是个老例子 当年马车被汽车替代的时候 大家都以为马车夫会失业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马车夫一转连人家就改行了 人家当了汽车司机 人家当了修车工 因为汽车的量级 是当年马车的好多倍 所以这个协作网络是扩大的 人是不愁没有工作的 那真正悲催的是什么 比如拿纽约来举例子 纽约当年鼎盛的时候 有20万匹马 真正倒霉的是这些马 所以对我们来说 真正的问题 不是AI会不会冲击我们 而是我们要反攻自问一个问题 我是要当那个会改行的人 随着这个社会网络的伸缩 我跟他同步浮沉 还是选择当不会改行的马 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 是一个传统行业 把人工智能用上的故事 有一位创业者叫王坤 他在深圳经营一家直营的连锁美容院 高端的 你看非常传统的业务 那他怎么用AI呢 他只要把业务场景切得足够细 就能够用AI 比如说原来他的美容院 客人一来进到房间之后 他们都会给他写一张卡 比如说您的房间刚刚修过读物 请您放心使用等等 把客人的名字写上 现在就不一样了 有AI了 王坤就可以对他的每一个客人 拿客人的名字 让AI写一首藏头诗 比如说今天店里来了一个 全中国最著名的帅哥 徐志寿 你看就可以写一藏头诗 一分钟好几首 都这水平的 这就是他们生成的 给客户的AI藏头诗 那你说这尴尬吗 不尴尬 好多人高兴着的 这种藏头诗几秒钟生成一张 要多少张有多少张 而且一个普通中专毕业的美容师 就可以操作 所以你说这个客户体验能不好吗 这真的是AI给我们的一个负能 好 我说到这儿 你会不会觉得王坤是一个技术狂人 拼命地拥抱新技术 不 我要跟你讲他的故事 重点不在这儿 他虽然是我见过的传统企业老板当中 最会用AI的 但是他也是一个知道在技术面前止步的人 我再跟你讲一个王坤的故事 话说有一年他们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就是自动匹配美容师和客人到店时间 你可以选自己的美容师 自动地约 好了 这下顾客有选择权了吧 资源匹配的效率更高了吧 但是 这个小程序只用了一个月 王坤就把它下架了 为什么 他觉得出事了 你说这不好吗 顾客可以选了 大家都有自由了 也有选择权了 王坤意识到一个问题 说不行啊 因为如果用了这个小程序 我的组织就没法成长了 所有的客人都会约他最熟悉的美容师 陌生的客人会约店里最资深的美容师 那我店里新来的美容师 小姑娘怎么成长呢 时间一长 我的组织就垮了 所以小程序下线 他就想一想 技术这个单维的效率提高 不见得一定是福祉啊 王坤跟我说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这个小程序 会发生什么 一个客人约了我们的美容师 但是时间冲突了 那我作为店长 我就有可能给客人打个电话 跟顾客这么说 哎呀 王女士 您那个美容师啊 现在时间有点凑不上 你看这样行不行 您今天正好帮我一个忙 我这儿来了一个新同事 在绩效的时候 就是他们班上学习成绩前五名 我们精挑细选来的 又培训了仨月 这小姑娘特别上级 手艺也不错 您今天愿不愿意让她给你服务 考核考核她 您也给小姑娘一个成长的机会 您就说 我们在座也有深圳的大姐 对吧 你说哪个大姐扛得住这一番话 你到美容院享受服务 当然是你的需求 但是你提携一个小姑娘 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心理需求啊 请注意 这种事不会在人和机器之间发生 只会在人和人之间发生 所以 我们要在机器面前适当地止步 我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的AI技术完全可以装到教室里面 去识别学生们什么时候抬头 什么时候低头 什么时候专注 什么时候走神 你觉得这样的应用 如果把效率提到极致 对教育是一件好事吗 至少我看过的脑科学 可是告诉我 人走神 其实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啊 人走神的时候 脑的区域的活跃 区域其实是变多的呀 过度监控注意力 其实反而会导致学生丧失 对注意力管理的能力 走到这儿就得让技术停下来了 我再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这个人叫李锐 他原来是学尔斯做产品设计的大牛 现在自己创业 开了一家咨询公司 帮助别人打磨产品 今年年初我遇到他的时候 我说恭喜啊 创业 他说对 我现在要发展了 我要招人 但是到2023年的年尾的时候 我再遇到他 他说不需要 我自己一个人挺好 完全足够 而且我的咨询的业务 已经开展起来了 那他怎么做的呢 因为他用上了AI 人工智能 他现在分析客户资料 用AI 任何一个sell表 他是不会看了 直接喂给AI 我只看结果 不看表 他整理会议基要 用AI 跟客户聊完了 客户刚走10分钟 会议基要就可以扔到群里 他做公众号 用AI 文章写好之后 直接喂给AI 什么插图 导读 金句 标题 AI帮他生长 他做产品设计 也用AI 画图 直接生长 所以我听了李锐的故事之后 我心里按赞 我说兄弟 你真活成了这个时代 最应该的样子 就这个状态 其实这几年 硅谷还发明了一个词 叫Solopreneur 一人创业企业家 你看见旁边那幅图了吗 一个人三头六臂 什么都会干 我这里说李锐的故事 其实是想反衬 我们身边的另外一种声音 各位 你旁边是不是有人会说 说这AI也没啥用啊 让他替我写个年终总结 写得乱七八糟 一堆陈词烂调 我问他一个问题 经常答非所谓 或者是有事实性 常识性的错误 AI真想替人类干活早着呢 对 这两种声音都在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中间那个分水岭到底在哪 为什么有人能用 有人就觉得没啥用 一般嘛 肯定是认为 这个机器我之所以用不上 是因为我不会 所以我应该像当年 不会电脑 所以我去学无比自行一样 抱个班就能解决问题 对 2023年上半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后来 我认识了一位 专门投资AI领域的 投资人 来自绿洲资本的张金健 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 这个比方太开脑洞了 他说 咱不能跟过去的科技革命一样 把AI看成是工具 因为所有的工具 它都指定好了应用场景 对吧 你比如说一个老虎钳子 这个工具在你面前 它就是老虎钳子 它用什么 那是非常清楚的 咱得把AI看成大活人 一个活人的应用场景 是需要你去定义的 怎么用人 是需要考验你为一个大活人 发明工作场景的能力的 而且张金健还说 他说你用AI 其实很简单 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行了 你能领导多少个学霸实习生 你就这么想 这个世界有一些什么985 211或者是长春藤 大学生 这个人是学霸 所有的学科都学过 所有的学科成绩都是A 一堆大学生 现在到你这儿实习 不要你钱 还24小时干活 要多少有多少 请问你会带吗 对 AI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像大学生一样 他不知道会干什么 但是他学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 他像算盘珠子一样 你拨一下他才动一下 他像大学生一样 他可能会犯错误 需要你耐心地指导 请问你能带几个这样的大学生呢 实习生呢 这个比方真的是让我脑洞打开 没错 我们缺的哪是用AI的能力呀 没有AI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拥有 可以带一个队伍的能力呢 我们缺的是指挥人的能力 各位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如这样的实习生 无限制供给给你一大波 你能当好他的领导吗 每天早上上班之后 一群孩子都是精英 忽闪着无知的大眼睛 等着你领导 请给我分配工作 你能把自己的任务 指挥若定地分解成小任务 他能干的小任务 然后派给他吗 你能在分配任务的时候 讲清楚这个任务的要素 讲清楚他的范围目标 和验收标准吗 你能在他出错的时候 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然后指点给他吗 你能讲清楚你的偏好 在他给你看他的作品的时候 你让他知道他该怎么改进吗 你能协调这么多实习生之间的任务 互相打架吗 如果咱不能 咱缺的哪是驱动AI的能力 咱缺的是领导力啊 所以不要天天去学什么提示与工程学 我们连领导一群人都做不到 我们何尝谈到去领导AI 所以李锐兄 你是把一个人活成了一支队伍 但是在AI时代重要的不是这支队伍 这支队伍已经快接近于免费 无穷攻击了 重要的是 你能领导吗 这才是AI时代对我们最大的考验 如果我们身为一个甲方 我们面对大活人的乙方 我们还只能下那样的brief 叫什么 高端大气上档次 低调奢华有内涵 我们要是面对大活人 也只能下这样的任务的时候 你肯定领导不了AI 你肯定通过不了这场测试 所以并不是说工具强 我们就越强大 真实情况是 工具越强 对我们的要求就越高 理解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方 其实我们也就可以回答一个 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AI会替代人吗 今天我斗胆提出一个答案 斩钉截铁两个字 不会 为什么 今天我给大家描述一段 万维刚老师给我的论证过程 因为万维刚老师说 人永远是最终的决定者 因为人可以用血肉之躯 承担决定的后果 这说得好像有点过度抬高我们人类 对吧 好像有点迷之自信 但是你听一下万维刚老师的简洁论证 他说AI当然强 我们的习惯是谁强谁当领导 对吧 万维刚老师说 没错 AI非常强 而且他还有一条 他是不死之身 犯了错随时可以重来 重启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这就是AI 但是这全是优点吗 不 这其中有一条是AI的缺点 为什么 因为人间有一条铁律 谁承担后果 谁做决策 是这个道理吧 对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比如说今天我们现场所有人 我们突然丛林探险 我们迷路了 那请问我们选举谁出来当我们的领导呢 是能力最强的那个吗 我假设有这么一个人能力特别强 经历过无数次森林探险 但这个人不死 咱们会选择他当领导吗 不会嘛 因为遇到危险 他会诅死嘛 我们一定会选 跟我们一样的那些血肉之虚 会死 心中有怕的人来当我们的领导嘛 所以人会怕 会疼 会死 会爱 这是我们跟AI比起来 看起来是缺点 其实是优点来着 因为我们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虚 能用我们的缺陷 用注定有限的生命 我们去承担后果 所以在人类世界当中 人永远是机器的领导 论证完毕 感谢汪梅刚老师 给我们这么漂亮的论证 有了这一条论证 其实我心里就踏实了 站在2023年的年尾 如果你问我 AI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问我 我作为一个人 我怎么做一个 有怕有爱会负责的人 这就不需要AI了 我们的几千年文明 早就给过我们答案 好吧 带着这个答案 我们一起奔向那个 神秘莫测的 AI未来 走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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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你 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